一盘沙拉里头有好几只虾子 蛋 挤上美乃滋 看起来相当美味 不过这样的价格竟然要破千 有民众到云林西罗一间面店用餐 不过当时店内没有菜单 民众想说价格应该不会多贵 因此点了两碗面 一份沙拉还有一份炒菜来享用 没想到结账时发现 竟然要花上1680元 疑问之下才知道 这盘沙拉要价1280元 让民众相当傻眼 贴文一曝光 不少网友留言真的好贵 物价上涨也不会这么贵吧 应该要先询问价格再点餐 但也有眼间网友发现 Google评论区已经有不少民众 有过类似经验 都认为餐点少 价格高 纷纷给出一颗心 多人新闻在云林报导